那档案打开之后 实际上这个有点像是他给我们的素材 那这个素材的话 最后要做成什么 就是我先播放一下给各位看 这个是做完的结果 等于是说要把刚刚这些档案总共会有一个 这个第一个档其实就是将来要做 放在哪里呢 放在第五个投影片里面的这个小说图 这个小说图 有没有 也就将来如果你有一张图 你将来可以把它放在项目符号开头的地方 那这样简报看起来就会 感觉蛮特别的 因为以前的项目符号通常是一个点 或者一个方 小方点等等的 那现在如果说你的每个项目都可以用 跟你的主题是一致的图的话 感觉就还蛮好的 比如说茶叶 就一个小茶叶 这样感觉蛮好 可是要怎么把它放进来 这是第一个 第二的话 这个档 握了档你打开来之后你会发现 实际上将来这些东西 这个就是第一个 就是这个 有没有 这个台湾茶叶的话 将来就是在第二页这里 这个是第二页 然后这个是它的主标题 这个是它的次标 副标题 那可是问题来了 Word里面 假如说你在Word打好东西 放进来怎么可以刚刚好完全match 比如说以后其实你可以 档案就在Word打好 打好汇进来就可以了 你不用说 还要在开PPT在这边打字 不用 可是问题有哪些要注意的事项 其实特别是一 如果是 主标题的话 那请各位看一下关键地方 它一定要怎么样 把它变成标题 主标题 那这个地方你会 台湾茶叶 你会发现台湾茶叶 如果你看一下台湾茶叶 要不要放这边 上面叫标题 有没有 也就是说将来你的样式 一定要 如果是主标题一定要是标题 那副标题的话要叫什么 副标题特别注意 副标题要叫标题2 也就是你将来你可以 请人家帮忙打字也好 或者说你自己打字也好 反正先打完 打完之后 如果要汇进来是主标题 就变标题 次标题 就是标题2 OK 以此类推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汇进来 所以这一题基本上 它是希望你可以把 资料在Word的打好 然后汇到PowerPoint 也就是说以后 可以Word跟PowerPoint 两个一起合着用 而不是说单一个 单一个软体这样使用 也就是 将来或者你们做 那个什么毕业专题制作的时候 也可能不是同一个 一个人做到 可能大家分工合作 那也有可能一种状况 比如说你去帮忙收集资料 他可能会打在哪里 打在Word里面 将来的话 会有人 会去做简报 我Word档给你 你帮我做个简报出来 这个时候你会想 你可以用什么 用这个方法 只要把主标题跟 副标题 把它用标题1标题2就可以了 OK 接下来 再来的话 我们再来看哪些重点 再来 这个范本档 怎么样把它变成 我们要的那个档案的 就是PPT的格式 还有这里 这三张图 这三张图 我们假设有人去拍照 拍照完之后的话 我如何把第一张图 放到哪一个 放到这边来 OK 也就是说 我外部的图 当然插入图片 从答案就可以 可是问题 这边你 会需要做一个框框给他 而且这个框框看起来 也好像还质感不错的样子 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这就是今天这一题的主要的重点 OK 让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第1个 根据题目的要求 一样 把 我们的题目部分 请各位打开 当然第1个 他这边 也有前面还有个题目的 说明 他实际上有点模拟什么 模拟一个 关于查的讲座 所以未来如果说你要做一个相关的讲座 像学校 系上好像有办文学奖 其实或许也可以类似的方法 你可以先做个PPT 先开 就是先讲 让大家先了解一下 然后 所以他这边的话是说 他说这个人梅林 怎么样 将讲义务的党文件编辑好 大纲 然后套用什么 套用简报范本 快速的产生 一份专业的简报 这个流程该怎么做 然后并且 透过版面配置的调整 让这个简报看起来 异于翻阅 有点像一本书一样 简报如何变成像一本书一样可以翻阅 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这一集的重点 首先第1个我们来看一下里面大概会有6 6个题目我们分别完成 第1个的话说 开启这个PPD01 点POTX 把它另存档案 成PPA 特别注意我前面讲过 如果PPA01把它改成PPA106 不然的话每一个都PPA101 OK 首先第1个 我们先把 106 这里价的 PPD01点POTX打开 范本档 第二步的话你就把它另存新档 存到哪里呢 存到也许你的低碟桌面或者你的随身碟都可以 我把它放低碟 名称的话就是PPA106 存档类型的话 它预设本来是PP POT 你把它改成 标准的就是PPTX OK这个简报档就可以了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把它储存 OK 第1步就完工了 那第2步的话请你把 它里面本来有的一个范本 把它删除 这个简报 把这个简报投影片按右键 删除这个投影片让它变成空的 那他主要是希望怎么样 我们把那个刚刚的Wall档 这个里面的资料全部汇进来 变成一张一张的投影片 把这个里面的文字 变成一张一张的投影片 那接下来怎么做 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就完成第1个 然后再来的话他说 接下来的话 我们把它先完成了 这个档案建立一个新的存档 那再来他说删除第1个投影片 就刚刚做的 在汇入 这个什么 All-line 的这个 Doc 的内容 就是Wall档的内容 特别主要怎么把 Wall档 放到简报里面来 接下来特别主要 跟那个102题很像 新增投影片 从什么 大纲插入投影片 我们第1 102好像就是一个重文字档 不是Wall档 是重文字档 好 那你会发现 他其实有资源非常多的格式 TST 也有Doc OK 所以也就是我如果今天去浏览一下 因为我的那个档案是放在桌面上 桌面里面的106 那因为里面会有一个Doc 他有资源 所以他会显示出来 那把它插入就可以了 那你会发现 他出现什么 无法开启这个档案 因为他正被 这个别的使用者 使用 为什么 因为我这个档是开的 所以记得你要汇入之前 请你一定要把这个Wall档关起来 否则他没法汇入 这可能要注意一下 再一次 再做一次 这个时候就OK了 那你会发现 刚刚只要是 主标 就是标题1的部分 他就会帮我汇入到主标题 有没有 如果是标题2的话 他就放在副标题 OK就这样子 全部都汇进来了 而且你会发现 这个范本是他已经做好了 你会发现他这个好像有一本书一样 只是说我们还没排版 接下来的话 我们第一个题目就完成了 接下来的话 然后第2个题目 他说套用 那个什么 布景主题的版面配置 那配置什么呢 他说 投影片1 做这个 然后2到3 做这个效果 然后5到7 做这个效果 其他的话 再分别按照格式内容 去做 相关的设定 请各位先完成第一个 待会我们再来看 第2点 投影片里面的话 他说要分别套用这些 所以他有提到 投影片1 就这一个 投影片2到4 就这一个 差1 有没有 然后投影片的5到7 就差2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要把他的 范本的规则 把它 跟范本一致 所谓的范本一致 就是要使用 范本里面的格式 来显示 他的简报 要怎么做 首先的话 第1个 他的这个 版面配置 所以第1个 投影片1的版面配置 所以我们点他 那你会发现 版面配置里面 就会出现了 那他第1个是要什么 用那个 查的 标题投影片 这一个 所以把它套用 套用过来就可以了 OK 直接点选 版面配置 这一个 这样就OK了 马上就套用 2到4 你按 按Shift键 先选2 再选 再点一下4 那这个的话 版面配置就查1 OK 马上就显示出来了 然后呢 5到7 所以按Shift键 先点5再点7 然后 版面配置就查2 OK 马上又出来 马上质量又不一样 好 那就完成了 第2-1的题目要求 那2-2的话 只要说 你那个后面的简报格式 2到7 所以第1个 要先把2到7 选起来 那 可是问题 我们 版面配置之后 你会发现 这个上面的字 理论上 你会发现跟完成 它要的 不太一样 为什么 因为它会套用 我们 PPT预设的 字型的设定 还有颜色 哪些字型 你会发现这个字型 好像是星系名体 如果说我要把它 恢复成 刚刚那个范本的话 记得要怎么做 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1 选取2到7 然后2的话 请你按下什么 这边有个重色 有没有 这个重色的话 底下有跟你讲说 将头影片的版面配置大小 重色成预设值 也就是恢复成跟刚刚那个范本档子一致的 所以按下重色 OK 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 它就会 把那个格式 做成跟范本里面要的格式是一模一样的 其实题目说明的这部分 不过可能有同学会 很好奇说 老师为什么这个版面配置里面会有这个跟这几个是怎么来的 实际上跟各位讲一下 这几个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能这个将还要自己做 怎么做 关键的地方就在哪里 这个东西这个应该是比较后面的单元 才会用到 叫 叫 叫检视里面 有一个叫什么 投影片的母片 范本的话实际上跟什么有关呢 跟检视里面的投影片母片很有关系 那也就是你将来如果说你要做出刚刚那个那几个版面的话 你要在投影片里面产生那个母片 母片意思就是 它有点像 一个模板 以后就照着套用就可以了 然后投影片母片点一下 你会发现在投影片母片里面 就会有这几个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刚刚的标题 有没有 这一个 这个就第2个 第3个 你可以给它名称 这个就所谓的投影片母片 当然你将来可以从这边插入投影片母片 然后插入那个配置 有没有 然后去设定相关的色彩 将来 底下以后你要用的话就套用这个就好了 那这样就一次性 所以 简报的话就不会说每一个投影片怎么感觉各自都有各自的不一样的样 那感觉怪怪的 如果你要一次性的话 特别是要 就是要所谓的投影片母片来完成 那切回来的话 特别是要 请你一样切回到检视 然后把刚刚投影片 母片的这个 有没有 样式检视 把它切回到标准 原来是标准 不然的话 有同学点了回不去了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前面就变成投影片母片 回去的话记得就是什么 就是一样检视里面的标准 这样就OK 就回来了 我只是大家跟各位讲一下 为什么他怎么 因为有同学问说 老师这里面为什么他这么神奇 里面有这些东西怎么来的 就是投影片母片 所以如果你将来对于那个 样式这部分 这个有兴趣的话 可以了解一下 所谓的投影片母片的部分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完成的二支二之后 接下来的话 再来看一下第三 三支A 有没有 文字 在哪一个呢 他说投影片的那个 投影片一 所以其实你就看清楚 编辑投影片一的标题 所以你就记得投影片一的 那做什么呢 文字的方向改为垂直 因为他本来是水平的 然后对齐方式把它改成字中 设定1.5倍很高 所以找到他 这个有点像主词 然后做什么 一二三三个动作 所以三支A我们做给各位看 一 请各位找到 投影片的第一个 第一个投影片的 这个标 标应该在这里 OK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做什么呢 就是把他的方向变更 建议 你游标我是建议不要点里面 我是建议你点框框 点这个框框一下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点里面的话 他可能有时候设定是设定某个字 除非你要整个选 可是整个选有时候还会漏掉 所以我觉得比较好的方式是 点一下的时候 建议点这个框框 这样比较不会错 二的话 那就再把那个文字的方向 文字方向在哪里 其实先记得点框框一下 然后再到这边 把它改成水平的 水平改成垂直 OK 然后 这样子的话 他方向就变更了 垂直了 接下来对齐方是 他预设是靠左 那我如果要把它改成 放中间就置中 就放中间 然后再来的话 他第3个问题 第3个1.5倍 航高在哪里 航高在旁边 改成什么 这个就 如果不知道的话 游标点这个上面 它会出现航距 1.5倍 这样就OK了 那我们就 完成了第3支A的部分 那三支 字形改为标凯体 OK 所以这个字形比较简单 改标凯体 它好像本来是星系名体 然后字的色彩 特别重要 跟左边的那个 查这个字一样是绿色 最重要的部分来了 这个绿 我怎么样 把这个绿 套在这上面来 OK 所以特别重要 我先完成这个标凯体 标凯体很简单 点一下 这边有个标凯体在这里 点一下 这个没问题 那这个颜色 你想说这个颜色怎么设定 基本上的话 你可以看到字的颜色 字的色彩 那可是问题 这个绿到底怎么绿 OK 其实 你总不能说 我选这个 选这个有没有完全一样 其实没有完全一样 还是会有点偏 所以最 最好用的工具 有没有发现 色彩选取工具 其实这个功能 在那个像Photoshop 里面也有 比如说你今天 或者是像Latrater也有 就是说比如说你要颜色 刚好在画面上面 你可以透过这个选取 色彩的工具 可以帮我们怎么样 再点一下 选取 他会问你说 那你要哪一种颜色 就这个颜色 点它一下 这个时候 他就把这个颜色 帮你套用到这边来了 就完成三支B的部分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前方点